嘩 嘩 大家好 今天上次介紹完 東涌人 又回來跟大家 介紹 其他的 嗯 好風景車調 對 東涌 然後到旺角的 我先拿去其他 因為我終於到了 因為其實旺角 我也等了很久 這樣呢 因為 不知為何好 OK 那旺角呢 那個車窗呢 就是M圈的 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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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明顯 是 看到 這張照片 不是 沒有什麼 不知道 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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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現在是車票,現現一能年 然後到後面,背景就是金魚街 可以說是背景,景點,或者地標 今天是國際地標,金魚街 其實實際上不是國際地標 這段片將會成為 1 6 7 6 7 8 然後中環就7 這段片將會成為第八段我做縮圖的片 即是自製縮圖的片 上次這條本沙田站都說過 英文罩 這個 老婆餅都說過 元朗站 不再說 上次東沖站都沒有說過 對 那 那 那 是全彎線的 但其實實際上呢 是有這個叫 嗯 這個叫觀塘 那我發現呢 其實池帶車票是非常容易脫色的 我記得我買的時候 那些顏色退化 我不是放在太陽底下 我放在我櫃桶上 這隻 這隻 紅色 變成現在的那隻 專紅色 類似橙色的物體 我2013年買的油麻地站車票 哇 那些紅色 對啦 因為現在新年買的本 就不可以對比 那 池帶車票比較容易脫色 嗯 嗯 即是 智隆車票就 嗯 我現在手汗多 所以就擦掉那些顏色 但是 池帶車票 就會被我 那些汗擦掉那些顏色 當然啦 我是沒有放進去的 那真的 你碰一碰 都不會的 不過你不斷摩擦它 它真的會脫色的 但是呢 這隻呢 我現在試試不斷摩擦它 大家聽到一些 一些磨擦手汗的聲音 對啦 就 未介紹的 不過XT介紹了 對啦 那由於我要 由沙田站 池帶車票 去講起 不好意思 去介紹一下 所以就 未那麼快介紹 尤麻底 對啦 那 嗯 嗯 跟她WhatsApp之後 都幾好聊 嗯 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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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Fut Myself 不好意思 講這些粗口 嗯 嗯 讀小學的人千萬不要學 即是 十歲以後的同學 學生千萬不要學 因為 我十歲才認識這個粗口 看看 現在變成 好像說 深橙色 或者你可以叫它 阿士丁站的顏色 或者你可以說它是 阿士丁站的顏色 尊紅色 我不知道你們怎樣叫它 我不會說車票編號 車票編號就是 1-0-0-9-9-8 那就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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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這次旺角站介紹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嗯 可以說 拜拜 哇這部iPad 反光 一些 反光 這裡 就是這裡 給大家看一下這裡的效果 你看 嗯 那麼 今天 就會介紹兩張車票 一剪了片 就馬上介紹另外一張 就是 男生圍站 的天水圍站 那個背景真是男生圍的 那 那 無線電視劇集 EU超市 又沒有曾經在那裏拍過 那 我只是在天水圍及元朗一帶去拍攝而已 沒有去香港其他地方 那 那 唯一最差的片 電視劇 是在將軍澳的兩間酒店拍攝 全酒店的 家裡都是場景 外景只在將軍澳拍攝 一新界西 一新界東 將軍澳新界東 天水圍南新圍那邊 元朗那邊 就是這個 這個叫 將軍澳的酒店 超瘋的 我不明白為何他要 只在那裏拍電視劇 不不不 只在那裏拍電視劇 那裏有沒有EU超時任務 都好些 對吧 在天水圍和元朗一帶 嗯 多數都是 嗯 那他一刻都出過香港島的 就是去過大概太古 叫西灣河這邊 那好些但是呢 聽說無線劇集呢 只是在張軍澳那間酒店 到 拍攝外景而已 其餘的那些廠景 都是在廠道進行 廠景還需要問呢 都是在廠道進行的 嗯 催水時間完畢 甚至 甚至連這個 這個 漢哥站 浩風景車票 都介紹完了 那這次介紹了 先到這裏 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